在古代的战争中,将军一声令下,两军的士兵都开始往前冲锋,奋勇杀敌,但是有的朋友就会有疑惑了,如果两军开始交战,那第一排士兵肯定最容易丢了命呀,谁还敢站在第一排呢?这不是明摆着去送死吗? 这个问题听起来好像有点道理,第一排的士兵肯定是最先受到敌军攻击的,但是一定也是最容易丧命的,那要是这样的话,大家岂不是都不敢站在第一排了吗? 可是实际上,并不是我们想象的这样,有学者也曾表示,第一排这个位置,可不是你想去就能去的,一般人没机会站到第一排,如果让士兵们选择,大家反而都得抢着站在第一排,这个说法就很奇怪了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? 点个免费的订阅,我们继续往下看。 第一排的士兵按照常理来说,应该是最容易丢掉性命的呀,为什么反而成了最容易活下来的位置呢? 这就和古代军队配备的装备有关了,历史上曾经有这么一件事,努尔哈赤为了反抗明朝的压制,曾经凭借十三副铠甲就打出了一片天地。 由此可见,铠甲对于一个士兵来说是最直接的保命装备,甚至有的影视剧里,我们也可以看到,战马的身上都是披着铠甲的,从而保护战马不受敌人的伤害。 在古代的战争中,可不是每个人都能有机会穿着铠甲去战斗的,好多士兵是身穿皮甲的,甚至还有的士兵是穿着普通的军服或者布甲去战斗的。 只是那么单薄的一件军服,又怎么能抵挡得住敌人锋利的刀刃和锐利的弓箭呢? 而皮甲相对于普通的军服来说,也只是稍微好了一点点,保护作用本质上来说,其实是差不了太多的。 根据史料记载,当年和明朝军队战斗的满清精锐士兵,他们的铠甲是非常厉害的,这些八旗兵会在最里面穿上锁子甲,外面套一层棉甲,最外面是一层铁甲。 可想而知,当明朝的那些士兵面对这种装备的八旗兵时,是多么的无力,他们用尽力气也伤不到八旗兵一丝毫毛。 而八旗兵像切豆腐一样,就把明朝士兵消灭了,由此可见,铠甲的防护是至关重要的。 那么为什么不给每一个士兵都配备上铠甲呢? 其一就是因为铠甲的制作工艺非常的复杂,不是一般铁匠就可以做出来的。 其二,在古代,金属资源都掌握在国家的手里,而且这些资源是非常稀缺的,并不像现在这样丰富。 这也就导致了铠甲成为了比较珍贵的一种物品。 在两军交战时,军队中站在第一排的士兵和后面的士兵是不同的,他们是有资格身穿铠甲的。 也就是说,第一排士兵的铠甲是非常坚固的,而军队中间的士兵则身穿皮甲,最后面的士兵则是身穿布甲或者军服。 因此,在坚固的铠甲的防护下,前排士兵反而是生存概率最高的一部分人,而排在后面,身穿皮甲的士兵反而是死亡率最高的一部分人。 二,前排的待遇非常好。 前排的士兵起到了带头冲锋的作用,如果前面的士兵不敢冲,后面的士兵必定会畏畏缩缩,士气一下就降下来了。 所以第一排的士兵一定要敢冲锋,因此,在前排的士兵奖赏和福利待遇也都是最好的。 甚至可以说,前排士兵真的是一个非常高薪的工作,而且不是普通的高薪,这个薪水是可以高到拿命来换的。 用赏赐来刺激前排士兵是非常有效的方法,重赏之下必有勇夫,他们只管往前冲就行。 其他的东西,军队都已经给他们安排好了,而尽管是有铠甲的保护,但是也不是完全就能活下来的。 毕竟前排承受的攻击也要更多一些,如果不幸在战斗中丢掉性命了呢? 军队也是用非常高的待遇去为这些士兵善后,他们的家人也会被妥善对待,之前承诺的薪水也都是会给到家人的。 所以这些人不管冲锋完之后,是死是活,他们都是没有后果之忧的,只管冲锋杀敌就行了。 就像之前大明的一场战争中,军队也下了命令,谁能最先登上城池,奖励白银五千两。 这个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啊,明朝一两银子可以换算到现在大概六百元人民币,五千两就是三百万人民币,谁看到这个奖励不心动呢? 争抢着往前冲。 三,一般人进不了前排。 前排的士兵身穿铠甲,防护非常的好,薪资待遇也十分的高,这么好的待遇,那岂不是大家都抢破了头吗? 是的,大家都会争抢这个位置,但是一般士兵也是没有机会的。 如此高的待遇,军队自然会优先选择经验丰富,战斗力十足的精锐士兵,老弱病残肯定是没有这个机会了。 所以说,哪怕大家都对这个位置跃跃于世,可是没有一定的实力,是进不了前排的。 这是因为前排士兵还有他们的作用,可不单纯就是带着大家往前冲的,带大家往前冲锋是一个方面, 另一个方面就是为了冲散敌人阵型,在古代的战争中,两军士兵可绝对不是单纯的往前冲,然后互相厮杀就可以的了。 电视剧中演的那些场景,也只不过是为了展示出战乱的画面。 实际上,在两军交战之时,士兵们都是有自己的阵型的,最常见的就是不同工种的士兵组合在一起,以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。 就比如七纪光攻打倭寇的时候,也是在日常训练中严格地排列阵型,从而让不同工种的士兵组合在一起,发挥出意想不到的作用。 它排列的八卦阵等阵型,也确实是在很大程度上让倭寇束手无策。 而我们说到的前排士兵的另一个任务,就是冲散敌军的阵型。 当敌军阵型被打乱的时候,自然而然也就发挥不了他们的作用。 我方士兵趁机按照预先计划的阵型去杀他们一个落花流水。 所以说,前排士兵的防护和待遇固然好,但是也是需要一定的实力和经验才能胜任的,并不是随便来一个人都能进入到前排的。 在战争中,最好的资源给最好的士兵,这个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。 这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,欢迎点赞、订阅,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,您的鼓励是我更新的最大动力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